现在呢我们来讲这个 接着来讲第五大章 第五大章 第五大章咱们说讲的是安全和环境保护 下面呢我们看这个第三小章 第三小章讲这个安全生产事故 还有应急预案 讲两个点 一个是应急预案 一个是安全事故 一个是安全事故 首先呢我们看这个应急预案的构成 讲到应急预案 那么主要是什么 三类预案 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这三种预案呢 他们的对象不同 他们的编织 他们的就具体的针对的对象不同 首先来感受一下 综合应急预案肯定是什么 最粗略的 或者说最范围最广的 它范围最广的 它是中和性的文件 而我们的专项应急预案 是针对什么 具体的事故类别 危险因 而我们的现场处置方案 是更加具体的 它具体到什么东西 岗位 设备 设施 来下面我们看第一题 建筑工程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中 针对生机坑 开挖可能发生的事故 相关的危险源和应急保障 制定的计划属于什么 那就是我们说的 专项应急预案 一个是生机坑 我们说到还举一个例子 脚水架 是不是脚水架 它们都属于专项应急预案 那么第二题 生产规模小 危险因素少的施工单位 那么我们可以把哪两个医院 合并编写 是综合和什么 专项医院 合并编写 选的是B 那么第三题 下列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的距离内容 属于县城处置方案的是什么 这个内容是相当偏的 相当偏的 是相当偏的 我们不管它了 选B 大家这个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是非常偏的这个点 非常偏 以前的教材 它属于应急预案内容 应急预案的内容里面 在以前的教材 它是用小字 小凯体把它编辑出来的 那么只不过去年改版以后 把它变成正常字体了 所以说这些内容呢 我们上课一般是不讲它的 讲这种题目 大家了解一下 第四题 那需要掌握 说关于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的说法 正确了有哪些 所谓应急预案体系 包括综合专项和协商处置方案 这是正确的 B 编制的目的是 为了杜绝还是尽量减少 那是为了尽量减少 职业健康安全 和环境事故的发生 咱们说这种事故 你不能完全杜绝 只能说是什么 尽量避免和减少 避免和减少 所以综合应急预案 是从总体上 缠除应急预案的 基本要求和程序 对的 它是从总体上的 第一和一 所颠倒了 第一和一所颠倒了 第一 我们专项应急预案 是针对什么 具体的事故类别 危险员和应急保障 而制定的计划和方案 我们的现场处置方案 才是针对具体的什么 装置 场所 设施 岗位 而制定的措施 就是这三例预案 大家有个整体的认识 FC 那么下面第二个点 我们来讲应急预案的管理 讲到应急预案的管理 我们来讲应急预案的备案 应急预案的备案呢 它这里边要讲两个词 一个是备案 一个是操纵 这个点 今年改掉了 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题目 我们没法做的 我说明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不好做 最后一题不好做 先不说 我们说 今年这个点改掉了 这个应急预案的备案和操纵 我在上课给大家总结过了 你要记得了 备案是 给谁叫备案 你说上级不太准 对吧 上级不太准 应该叫什么 同级的人民政府 向政府之间 政府之间叫备案 部门和部门之间是什么 是操纵 比如说 我们扬州市 我们扬州市住建局 扬州市的住建局 针对建设领域 编制的应急预案 那么你要操纵给谁 操纵给谁啊 同级的 你的应急管理部门 同级的应急管理部门 明白了吗 然后再操纵给什么 江苏省的住建厅 江苏省的住建厅 上级的主管部门 然后 向谁备案 就是同级 不不不讲备案 他不讲备案 是我们扬州市的应急管理局 他把这个预案要向谁备案 向同级的人民政府备案 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 什么逻辑呢 比如说我们的交通局 他真的交通领域的 也要编应急备案 然后他也要操纵给谁 扬州市的住建局 扬州市的应急管理局 我们扬州市的住建局 他针对这种房屋建设领域的 也要变应局啊 他也要操纵给什么 扬州市的应急管理局 什么水利局 还有其他的局 也要都操纵给什么 应急管理局 然后应急管理局 汇总完了以后 在向谁备案 扬州市人民政府备案 是这么一个逻辑 是这么一个逻辑 这么一个逻辑 那么第二个应急院的实施 应急院的实施呢 我们要讲演练周期 这个演练周期呢 咱们说多久演练一次啊 那不同的医院 演练周期是不一样的 综合医院和专项医院 是每年一次 现场处置方案是什么 半年一次 还有什么时候需要修订 对吧 大家把这个点稍微看一下 那下面呢 我们看第一题 第一题呢 说关于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院管理的说法 正确的是 参见单位的安全生产 及应急与应急管理方面的专家 均可受邀参加应急院的评审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说这个专家 参加评审的专家 和所评审的单位之间 有没有 有没有列关系啊 不能够有列关系 如果有列关系 你要回避 你要回避的 比应急院操纵 至同级人民政府 和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络管理部门 咱们说讲同级人民政府 你要用什么 你要备案 你要备案 你可以操纵给上一级的 什么什么的 但是你这个什么 同级人民政府 你要什么 你要想备案 不能想操纵 C生产经营单位 应该每年 每年至少组织 两次综合应急院的演练 我们的综合应急院是什么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那么第一 生产经营单位 应该每半年组织一次 现场组织发展的演练 这是正确的 选择的是第一 第二题 第二题 下来关于施工单位 应急院的说法错误的是 专项应急院 应该制定明确的 救援程序 或具体应急救援措施 这是正确的 比生产基因规模小 危险因素少的 施工单位 综合应急院和专项应急院 可以合并编写 正确 C 咱们说应急院 应该至少每年 组织一次演练 咱们说不同的预案 它是不一样的 对吧 它这个应急院是什么 它是一个总称 是一个总称 我们刚刚讲了 综合预案和专项预案 应该是什么 每年组织一次演练 现场处置方案 是每半年一次 C错了 那么错过的就是C 错过的就是C 第三题 第三题呢 这个点我们了解一下 不做太多要求 不做太多要求 所生产经营单位 应急院未按照规定备案的 由县级上随举警告 并处以罚款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像这种选项 我还没有及时的修订 现在不能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了 就是我们刚说的应急管理部门 应该叫应急管理部门了 第四题 说关于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院的说法正确的 有 A 应急院的编制 应该结合本地区 本部门 本单位危险性的分析情况 这是正确的 B 应急院和主和人员的职能分工明确 并有距离落实措施 也正确 C 应急院管理不包括应急院的奖程 包括的 那么第一 应急院基本要素要齐全完整 医院的附件提供信息准确 那么正确 生产经营单位应该每年 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的演练 咱们说是每半年 那么选的是什么 我们的就是APD APD 这种题目呢 大家读一读 读一读 那么第五题 第五题我说过了 这个题目现在已经不好做了 那已经不好做了 但是呢还是要可以读一读的 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就是我们所谓的应急管理部门 制定的应急院应当报所来备案 那这地方只能选哪一个 只能选B了 只能选B 以前还要选E的 以前还要选E的 这个题目现在不能做了啊 这个题目只能选B 只能选B 这题目只能选B A 苏他没说 上级人民政府 你需要你扬州市应急管理局 你把医院报给江州市人民政府 你想干什么 那是你干的事吗 对不对 那是你干的事吗 那要报也是我们江州市人民政府吧 是不是这个概念啊 或者那是什么 那也不是你干的事情 对不对 不管他 第三个考点 我们来讲安全事故 安全事故 安全事故 基本上每年应急院考一题 安全事故考一题 这是基本上的 那么讲到安全事故的分类 大家有点要注意 我们的两个分类方法 一个是按照什么 严重程度 一个是按照损失程度 按照严重程度 我们分为轻伤重伤和什么 死亡 那么重伤是损失多少工作日级以上 一百零五 一百零五 那么死亡事故 那么根据死亡人数 又分为重大伤亡事故和特大伤亡事故 是吧 那么他们是一到两人的 那是重大伤亡事故 三人级以上的是什么 特大伤亡事故 这是按照严重程度分 那么还要讲一个什么 按照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来分 那么我们现在的事故分类 大家要了解 基本上是按照哪一种分类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一般都是按照第二个来分类的 按照第四个来分类的 那么按照这个分类呢 跟我们的质量事故的分类 基本上是一致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有两个细节不一样 一个细节就是 我们安全事故这里面的重伤人数 重伤人数里面包括了什么 急性工业中毒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般安全事故 一般安全事故 直接经济损失一千万以下 是不是一千万以下 而我们的质量事故是什么 一百万以上 一千万以下 就这两个区别 就这两个区别 它这个分类标准里面 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的 那第一题 按照企业伤亡事故的分类标准规定 这个标准呢 大家了解 它就是按照什么 按照言诺程度分的 就是按照言诺程度分的 所以一次事故中死亡一到两人的事故 属于什么事故 属于什么 重大伤亡事故 重大伤亡事故 第二题 问你下面的事故里面 哪个是重大事故的 哪个是重大安全事故的 那么重大安全事故 我们一一来看 三人死亡 是较大 十人重伤较较大 直接进去损失 一千万以下 五千万以上 五千万以下的 都属于较大 它不是 比十二人死亡 直接近损失 九百六十万 这是什么 这是重大 十人以上 三十人以下的死亡人数 就属于什么 重大 三十人以上 那就是什么 特别重大了 那么 C是什么 特别重大 那么 D是什么 特别重大 选择的是B 分类标准 第三题 第三题 这个点呢 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了解一下 这个点是很偏的 最近一次考的就是一零年 就是一零年 了解一下 那么说下来事故中 哪些属于与建罪有关的职业伤害事故 大家呢 回去把它看一看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尤其是在座考房屋建筑的 我经常会说 你们考其他专业的来学管理 是不占优势的 里面很多的背景 都是以房屋建筑为背景来举例子的 都是围绕着房屋建筑知识点来展开的 下面第四个点 我们来讲安全事故的处理 讲到安全事故处理 那么跟我们前面讲的质量事故的处理的要求 基本上差不多 首先呢 我们来讲报告 报告事故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施工单位的上报 讲到施工单位的上报 我们在前面讲质量事故提过了 我们安全事故是现场人员 发现事故以后 要立即报给谁 我们的本单位的负责人 那么这个本单位呢 一般侧重的是我们的什么 施工单位 因为我记得在法规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说 实行施工总承报的 或者说分报单位发生安全事故的 又谁上报 又总报上报 有这么一个点的 然后呢 我们施工单位负责人寄到报告以后 要一小时的什么 要一小时的上报 还有我们现场人员能不能直接上报 那么要情况紧急的时候才能直接上报 还要讲一个正部门的足迹上报 正部门的足迹上报 我们的前面提过一次了 跟你们法规教材里面讲的 质量事故的足迹上报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们的前面说过了 三类质量事故都要足迹上报到国务院 那么我们的住建部的 而我们的安全事故是有两类事故 要上报到国务院的 哪两类特别重大和什么 重大 那这个上报呢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这个足迹上报到国务院的 跟质量事故不一样 还不一样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质量事故 一般只要报给我们的住建部就行了 但是呢 我们安全事故 除了要报给住建部以外 还要报给什么 应急管理总局的 那说到有用还是这么说的 我们特别重大和重大事故 应该足迹上报之国务院的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富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明白了吗 有个小细节不一样的啊 小细节 我们政府部门每集足迹上报的时间 不能超几小时 那是两小时 下面呢就是报告的内容 报告内容我们在前面提过 跟质量事故差不多 要注意区别什么 调查报告 那么我们这边的报告内容 都有些检要经过 一些初步估计的职业进去损失 是不是啊 还有是什么 事故发生的原因的初步判断等等 那么调查 下面来讲事故调查 讲到事故调查 你要注意个什么 调查管辖 调查管辖 讲到调查管辖 那我们就讲一句话 一级政府负责什么 一级事故 不要跟熟级商报混淆 我们说有两类事故 要上报到国务院的 有关部门的是吧 而我们的调查管辖呢 那么一级政府负责一级事故 国务院负责的是什么 特别重大 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的是什么 重大啊等等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 我们什么情况下 在前面讲 质量事故说的讲过一个点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一般事故 也这个县级人民政府 可以委托事故发生单位 组织调查的 没有造成什么 人员伤亡还是死亡 我们作为一个题目 对不对啊 不能有死亡出现 不能有重伤出现 对不对啊 那么直接进去损失 要在一千万以下 才可以 才可以 下面提交 这个事故调查报告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补报 补报 我们多少类补报 一般是三十类补报 后面应该在后面会讲的 在后面会讲的 火灾交通事故是什么 七日内补报 那么下面提交 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 一般是六十天 经过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延长不超过什么 六十天 考试我们可以这样考 说我们事故调查组 应当至事故发生 至日期 多少日内提交调查报告 他问的是应当 是多少日啊 六十日 他也可能会这样考 说事故调查组 最迟应该在事故发生 至日期 多少类体要调查 事故调查报告 那是一百二 应当最迟 稍微留意一下 还有人民政府在 接到这个事故调查报告以后 多少日内批复 咱们就讲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讲特别重大事故 是特殊的 他特殊是在三十日批复 而且他还可以延长什么 三十 对不对啊 还有事故处理 事不放过原则 这个事不放原则 那么还是提醒一下 建筑事务的考证 你要会背的啊 事不放过 你要会背的 其他专业我不知道 但是你建筑事务 你肯定要会背 事故原因 未查经不放过 事故责任者 未受到处理不放过 自为群众 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 还有防范和整改措施 未落实不放过 很好背的 不是那么很难背 好 第一题 第一题呢 就是我们一五年 来考这个事不放过的 理解 这个题目不难 很简单 那么 使事故责任者和广大群众 了解事后发生的原因 棘手造成的危害 并深刻认识到搞好安全 生产的重要性 从事故中 吸取教训 那这就说的是什么 责任者和责任者和这位群众 未受到教育什么 不放过 这个怎么选的 C的呢 我 这是选B 这是选B 第二题 某工程安全事故造成了960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没有人员伤亡 那么这是什么事故 一般安全事故 那么关于该事故的调查的说法正确的是 应该由事故发生地审级人民政府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的进行调查 那么应该是什么 县级 必须由事故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的进行调查 他错在什么 必须 那么我们的D是对的 是不是 可由事故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委托事故发生单位组织事故调查的进行调查 那么C 那么错了 咱们说应该由县级 是不是 那这个点呢 我们再多问一句话 比如说再多问一句话 说关于该事故的足迹商报和调查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 对不对呀 再把这个足迹商报也带进来 比如说 A 应该足迹商报是 国务院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富有什么什么职责的有关部门 B 应该足迹商报是省级什么什么什么部门 C应该足迹商报是咱们说社区的市级什么什么什么部门 应该是什么 诶 社区 足迹商报是什么 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委员部门 第三题 第三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发生建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 那么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应当之收到事故调查报告知己多少类皮肤 那么是什么 15日 它是重大安全事故 应该是15日吧 15不是特大 第四题 某工程安全事故造成两人死亡 急性攻略中毒10人 直接近损失900万 那么这是什么等级的事故 从重商人数10人攀拦出来 它是什么 它是较大安全事故 它是较大安全事故 所以下来关于该事故报告的说法正确的是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以后 现场有关人员应该立即向项目负责人报告 那么咱们说是什么 单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啊 单位负责人 一定主意 不是项目负责人 比应该逐级上报是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那么咱们说这是这是什么 重大 这是较大事故 应该逐级上报了什么 省级 C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富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有关部门 逐级上报事故情况 每级上报时间不到超几小时 应该是两小时 两小时 那么这题第一次选的是正确的 我再说一个小细节 说个什么小细节呢 有同志问过我的 说老师 我把这个急性公民中毒改成九人 我想问的是什么 有的同学问过我的 说我们老师啊 这个死亡人数要不要算到重伤人数里面去啊 这以前有的老师是这样讲的 这重伤人数里面应该包括死亡人数的 我怕有的人会有这个疑问的 不用啊 没有这样分类啊 死亡就是死亡 重伤就是重伤 你死亡人数怎么能算到重伤人数里面来呢 对不对啊 那么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你的分类标准就是重伤人数和没有括号 就要包括什么 死亡人数了 没有这样的分类标准啊 有人问过我的 第五题 说关于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报告的说法正确的是 各行业专业工程可指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就是我刚跟你讲过的 他的主管部门就是什么 比如说你的房屋建筑发生安全事故了 你的主管部门就是什么 你的住建局 明白了吗 你还要向谁报告 应急管理局 以前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明白了吗 就是我刚讲的 你要报两个部门的 比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除按规定足迹上报外 还应该同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这是正确的啊 所以一般情况下 事故现场人员应该立即 立即 咱们说是什么情况紧急的时候 第一事故现场有个人员 应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 限级以上人民政府报告 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 你直接想应该 你能不能直接向我们的政府部门报告 应该立即要报给谁啊 那么本单位负责人 本单位负责人 那么选择的是B 第六题 讲的是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其实很简单 对吧 你不需要去背谈 你就关心这里面的经过 有没有减少经过 直接进损失 有没有初步估计 还有事故发生的原因 有没有原因的初步判断 没有的话 其他地方不会为难你的 记得吗 不会为难你的 还有D 那么我们强调过了 是处理结果还是处理决定啊 处理建议 处理建议 那么就这些就这样考我们的 ABC 第七个 那么就是问的事故处理原则 那么原因未查清不放过 责任者未受到处理不放过 没有制定其实有效的整改措施不放过 有关人员没有受到教育放过 BCDE BCDE 第八题 第八题 说某工程施工过程中 因几二架倒塌 导致了650万元的执行损失 对该事故 对该事件的处理正确的是什么 A 负责事故调查人民政府 应当之收到事故调查报告 这些多少日的批复 应该是15日 比该事故单位可自行组织事故调查 咱们说不是的 不是不是啊 它是一般安全事故 对吧 原则上应该由现行人民政府负责调查 对吧 它确实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哪怕你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你能不能由你事故发生单位组织调查组来调查 要取决于什么 现行人民政府的委托 对吧 你不能说自行组织 错在自行 错在自行 C 向当地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这是对的 D 向社区的当 向这个字打错了 向社区的当地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报告 我来看一看啊 这个设是打错了 应该是建设的设 假设的设 我知道 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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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D呢 咱们说是一般事故 一般事故我们要足迹商报到哪里 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D我觉得不应该选 我不应该选 他这地方呢漏了什么 足迹商报 足迹商报 咱们说C是谁报的 那我来问我慢慢问C是谁报的 是施工单位报的 我们施工单位发生事故以后 你要想当地的什么 当地的就是什么 我们的建设组管部门和我们的什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上报 然后呢 我们说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报告是谁来报的呀 是政府部门向他书记上报的 这个D呢 他说的不是太准确 不是说的太准确的 以事故调查要确定事故的直接责任者 间接责任者和主要责任者 一选项现在书上已经没有了 一选项书上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么一呢是对的 是对的 那么我还是说D这个选项 他表达的不是很准确 如果说足迹想报道什么什么这个部门 那是没问题的 大家放心 考试的时候一般不会 这个虽然是一年的真题 虽然是一年真题 我觉得现在考试他不应该这样模棱两可的 老题目 那么下面来讲这个事故的统计 事故的统计呢 我们刚刚讲的一个点就是什么 就是补报 就是补报 一般是在30日内 伤亡人数发生变化要补报 火灾交通事故是7日内 伤亡人数发生要补报 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题目 第一题 火灾事故是发生自己多少日内 伤亡人员发生变化的要及时补报 那么是什么 70日内补报 那么第二题 限期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应该在安全事故发生自己 要及时补充完善相关信息 那是多少 也是多少 也是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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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呢 我们讲的是应急院和安全事故 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职业健康和环境管理 咱们第四小章要讲三个点 一个是文明施工 一个是环保 还有一个是职业卫生 职业卫生 那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第一个点 文明施工的要求 讲到文明施工要求 我们就离不开几句话 比如说伪党的高度 伪党的高度 在市区的主要路段 或者涉及市容景观的路段 设置的伪党高度 不应该低于什么 2米5 一般路段 五位党高度 不能低于什么 1米8 还有我们现场的 文明施工的第一责任人是谁啊 那么是项目经理 项目负责人 还有五排一图 五排一图 我们考建筑实物的考生 你最好把它背一背 它也是我们建筑实物的考点 但考试呢 我们考管理的时候 一般就问你 五排是哪五个牌 一图是哪一个图 一般就会这么问 选择题 都考选择题 很简单 在考项目管理很简单 我们看第一题 说下的现场 文明施工的错误中 正确的是什么 A 那么是什么 应该是正确的 B 市区的主要路段 设置为党高度 不应该低于多少 是2米5 那么C 项目经理 任命专任为现场 文明施工第一责任人 咱们说我们现场的 文明施工第一责任 就是谁啊 您这个项目经理 第一 文明施工应该贯穿 是竣工验手合格 应该贯穿是什么 清场 应该贯穿是清场 那么这题呢 我们正确选择的是A 那么第二题 说根据文明工地的标准 施工现场 必须要设置五排一图 其中一图只哪个图 我们的现场平面布置图 很简单 很简单 那么第三题 说关于建设工程 施工现场 文明施工的说法 正确的用 他必须要考 这个为党高度 还有什么第一责任 其他没有点考了 可以考了 那么A 施工现场必须要设置封闭的管理 那么设置进入了大门 制定门卫制度 严格执行外来人员进场登记制度 这是正确的 B 又讲了为党高度 我们说这个为党高度是多高 是2米5 一般路段才是什么 1米8 那么C 项目经理是施工现场 文明施工的第一责任人 正确 那么D 施工现场设置的排水系统 设置排水系统 你一讲污水废水 那么咱们就要经过什么 尤其这个污水要经过成年处理 你才能排入什么 我们的叫什么 市政污水官网 是不是啊 你不能说有组织的直接 错的直接 一呢是正确的 SAE SAE 其他都是常识性的东西 下面呢我们来讲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 我们来先看一个小点 先看一个小点 就是我们施工厂界内 厂界内的污染房子 属于什么问题 职业健康安全的问题 我们环境 周围环境的 周围环境的污染房子 才是什么 才是环境保护的问题 这么一个小点 先看一个小点 那第一题呢 我们了解一下 这种点很少考 了解一下 防止污染的设施 不得擅自採取或者闲置 如果必要採取或者闲置的 应该真的谁同意啊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那选择的是谁 那我记得在法规里面 应该也有这么一个点的 第二题 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一个问题 工程建设过程中 对施工厂界范围内的污染房子 属于什么 C职业健康安全的问题 对于我们周围环境保护 周围环境的污染房子 才是什么 才是我们的环境保护的问题 第三题 这个呢 这都是常识性的东西 没有什么好说的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对建设工程项目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应该满足项目所在区域 质量相应环境功能区域划分 标准和要求 B 对有可能影响项目所在地 居民生活质量的项目 那么谁应该举行听证会 对吧 应该是环保总局 还是当地的环保部门 当地的环保部门 C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项目 必须采取措施 保护生态环境 这是对的 第一 建设工程项目中的防止污染的设施 我们说过了三同时 都是这个三同时 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特产使用 一 防止污染的设施 必须经原审批 环境保护 报告书的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 业人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 那么是正确的 这个都读一读 很多都是常识性的一些东西 那么下面我们来讲 这个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 这个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 是一个重点 是一个重点 每年一般考一到两题 那主要讲一些什么 什么大气污染的房子 水污染的房子 固体废秀的污染房子 和造成污染房子 首先我们看水污染的房子 讲到水污染房子 离不开了几句话 我们现场的有毒有害 废弃物 能不能用作土房回田 那不可以的 还有什么考点 大家也要当心的 比如说我们现场 存放油料 还有什么 剧毒物品的地面 要进行什么处理 防渗处理 对吧 还有我们的污水 刚刚说过了 要经过什么 沉淀处理 二次使用 或者排入实际的污水设施 对吧 还有我们的是现场 就算人数多人以上的食堂 要设格游池 一百人 还有我们的现场的厕所 化分池 也要做什么处理 也要做什么 防胜漏处理 还有我们现场的化学溶剂 什么外加剂 要库内存放 是不是啊 都是防止污染水体 那么下面呢 造成污染防止 讲到造成污染防止呢 我们有一句话 就是造成排放限制 首先要讲造成排放限制 白天不能超多少 70 夜间不能超多少 55 这个夜间我们书上讲了 是多少点到多少点 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 早上的6点 要禁止进行什么 强造成的作业 并不是禁止所有作业啊 是什么作业 强造成 而且是人口密集区域 这是法规里面 经常会这么考的 好 讲到造成污染防止呢 我们来讲 造成污染防止的三个措施 生源控制 川普图军的控制 还有接涉者防护 对不对啊 其中哪一个最根本的措施 生源控制 那么这里面必须要讲两个例子 必须要讲几个例子 我们说生源控制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什么 我们用低造成的设备和工艺 来代替高造成的设备和工艺 对吧 还有个点 就是什么 我们在古风机 什么什么 各类排放空气的 封管的进出口位置 安装 适当位置安装消声器 这属于什么 消声还是生源控制啊 这是生源控制 因为我们这个消声器 是安装了生源处的 而我们传谱 途经的控制里面 有吸声 消声 隔声和 减震降噪 减震降噪 减震降噪也有个例子 什么改动震动生源和刚硬结构的 刚硬材料的连接 或者图什么弹性的主力材料 那都属于什么 减震降噪 一定要注意这些例子啊 减震降噪 还有固体肺油的处理 讲到固体肺油的处理 它考得很细 那么分别讲的是减量化 焚烧 还有填埋 还有固化 我这边漏了一个 讲到减量化 我们说哪些方法 可以达到减量化的要求 什么焚烧 热解 堆肥 那么焚烧是正对什么固体肺气物 不适合什么 再利用的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用什么 焚烧 填埋呢 就是经过焚烧处理 减量化处理以后的废物残渣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进行处理啊 填埋 还记得吗 那么还有一个叫什么固化 主要是利用什么 水泥或者交接材料 把它什么 把它粘结起来 来包裹起来啊 第一题 第一题我们讲的是造成排放限制 这里面说的是什么 夜间 夜间是不能 限制不能超多少 55分贝 法规教材还多了一句话 法规教材多了一句话 夜间噪声的最大升级 超过限制的幅度 不能大于多少 15 15分贝 你们老师给你们总结的是吧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我是怎么理解的啊 我给你理解 我的理解 这个造成排放限制 他只讲了 这个限制指的是最高值还是平均值 一段时间 连续作为的一段时间的什么 平均值 值55 那么既然是平均值 就有高有低 就说你这个高 最高值 不能超过限制多少 15分贝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 第二题 下的施工现场 防止造成 污染防止中 最根本的措施是什么 那么第一 声援上 降低造成 第三题 改变这种声援 和其他 刚一几个的连接方式 属于造成 控制技术中的 哪一个措施 那么就是什么 啊 这地方考的呢 不太那个 不太细 对不太细啊 这是减震降噪 是不是啊 那么这就是什么 传播途径的控制 啊 考的不太细啊 第四题 在空气 压缩机 进出风管的 适当位置 安装小人器 属于哪一个 那么这属于 声援控制 啊 声援控制 一定要注意这些例子啊 第五题 那么这我们就直接说了 选择的是什么 C 啊 100人 第六题 说 根据施工现场 环境保护的要求 凡在人口 测密区进行 强造成作业 要严格控制时间 一般情况下 停止强造成的 作业时间是什么 晚上十点到 次日的什么 六点之间 讲到这个点 法规里面 特别爱考一句话 特别爱考一句话 就是在我们人口的 密集区域 要禁止进行 夜间施工作业 对啊 错啊 错的 什么说去是对的了 强造成作业 是对的 是强造成 并不是所有的施工作业 比如说我今天晚上 我家里面粉刷 那你不能粉刷吗 那我只是没有强造成 对不对啊 他指的是强造成 比如说火灵头震倒了 比如说打装了 这些类似的 比如说挖掘机 那种轰铃声了 那是不行的 第七题 那么建设工程 施工工地上 对于不适合再利用 而且不予直接填埋的 处置的废物 可采用的是什么 咱们刚讲过的是什么 焚烧 焚烧 去年考的是回收再利用 都考这些东西 都考这些东西 那第八题 我刚说了 用水泥 沥青等交接材料 将松散的废物包裹起来 这是什么 稳定和固化 那么第九题 做固体废弃物 减量化的处理方法 包括什么 焚烧热解堆肥 选第一 第十题 关于施工过程中 水污染防止措施的说法 正确的有 仅止将有毒与害废墟 用着土房回田 来建筑食物考证 告诉我 正确做法是什么 正确的处置方法是什么 正确的处置方法是什么 运送到专门的 有毒与害废墟中心 小了 你得要告 你得要到现在 你这种简单的题目 你得要汇捞 第B 施工现场搅拌站 废水经过沉淀处理 合格后 也不能用于工地的洒水 将成 可以二次使用 或者排入市场的什么 污水管网 C 现场水墨时的污水 必须要经过沉淀时 沉淀合格后再排放 正确 第一 现场存放油料 必须对库房的地面 进行防渗处理 不是防禁电 而是防渗正确 以化学用品 外加剂 要妥善保管 库列存放 正确 那么选的是ACDE 第十一题 来 第十一题 肯定有人选错了 这个就是我们一级的考试 一级的考试 它不仅考虑考虑本身 还考虑互相之间 容易混淆 就好像我们在前面 讲过类似的 就是什么 项目经理的职责 和权限一样 所以说一级考试 跟二级考试 难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些地方 就体现出它一个难的地方了 它跟你互相混 我们下面说 保护错误中 属于空气污染防止措施的那些 那么 A 指定专人定期 清扫施工现场道路 防止引起阳城 是的吧 B 化学药品 酷的存放 B 本身没问题的 B 本身没说法 没错 但它不是什么 不是空气污染防止措施 它是什么 水污染的防止措施 一定要注意 所以施工现场 不得无故 摔打模板 选不选啊 我没有给你标出来 我就看你 能不能分得出来的 这也是不能选的 这是造生污染防止 这是造生污染防止 第一 工地插炉 采用电热水器 对吧 那你不能烧柴火 不能烧煤 是不是啊 那也是防止污染环境 一 使用封闭容器 处理高空废弃物 那是正确的 去年呢 考的是我们这个 大气污染防止 其实很简单 它不考这个 就考那个 今年我觉得造生 和我们这个 水污染是重点 去年考了两个 一个考了空气污染 一个考了固体 废弃污染 很简单 都是考这些东西 回去把它好好看一看 没问题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讲这个 职业现场的 职业安全卫生 职业安全卫生 那主要讲些什么 什么宿舍啦 食堂啦 还有厕所啦 来宿舍管理 讲到宿舍管理 那么就设置什么窗户 封闭式 还是开启式的 能否使用通铺 不能超过几层窗铺 两层 使得进高 不能小于多少 管理是两米四啊 十五 我不说了 方式有人不考监督十五 对吧 我不能这样给人家增加 增加麻烦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通道的宽度 不能小于多少 0.9 每间宿舍居住人员 不能小于多少 16人 我在食物里面 漏讲了一个点 我给你承认错误 我在食物里面漏讲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考点 我们管理也没有 就是人均的居住面积 不能小于多少平米 2.5平米 马上讲到我肯定会 后面会给你补 想办法给你补的啊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讲食堂 食堂首先有三个房间 都要单独设的 哪三个房间 制作间 储存间 还有燃气罐的存放间 这三房间都要什么 单独设 都要单独设 那么我们的制作间和储存间 下面要设防守当板 高度不能小于多少 0.2 还有个0.2是什么 粮食存放台 距离墙面距离地面的高度和距离 都不能小于多少 0.2 防潮 制作防潮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灶台周边要贴瓷砖 高度不能小于多少 1米5 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厕所 讲到厕所 就是我们高层建筑施工 超过多少层以上 八层 每个几层要设定的厕所 每个四层 还有我们厕所之间 这个灯位之间要设这个挡板 高度不能小于多少 0.9 还有我们现场如果发生 这种急性中毒 食物中毒 那么要在多小时上报 两小时 就直接点 那么第一题 第一题 A是正确的吧 B不能小于多少 2米4 C呢 0.9 那么D呢 错在不移 错在不移 这是17年就这样考的 那么选择的是A 如果说平时基本功不扎实的 A和D我选哪一个呢 A和D我选哪一个呢 其实这种点都是很简单的 那么还是讲这个职业卫生的要求 A 施工现场 速册严谨使用通铺 正确吧 B 现场 水冲是厕所 地面必须要硬化 C 生活区可以设置敞开式的垃圾容器 是封闭式的 D 现场市场必须试试独立的制作间 我刚说了 制作间 储藏间 燃机关 存放间 都要单独设的 那么错误的选择的是C 第三题 还是讲这个东西 就这样考 每间宿舍居住人员不能超过16人 必须设置可开几时窗户 食堂催食人员要持身体健康症上岗 我们的食堂要有什么 卫生区可证 是不是啊 第一厕所应该设置专人负责清扫消毒 那么ABCD 施工区必须配配开水炉吗 不是的啊 不是必须啊 错的必须 第四题 关于现场食堂管理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哪些 那么A我们刚说过了正确 B可将制作间设在储藏间里 我们刚说了要单独设置 C制作间储藏间 门上下方设不低于2米2的房屋挡板 正确 还有灶台和这边的铁瓷砖 高度不小于1米5 正确 一两层存放的 应仅靠墙边放置 咱们说不能小于多少 0.2 选择的是ACD 选择的是ACD 那么下面呢 接着来讲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措施的说法 正确的哪些 那么A正确 B正确 隔板高度不能小于多少 0.9 是不是啊 那么第一 高层建筑施工超过8层以后 每个四层要设置什么 你就是厕所 那么一 是你近高不能小于多少 2米4 选择的是APD APD 这里面我漏来漏去 还漏了一个点 就是我刚刚说的是什么 发生食物中毒 急性直液中毒 要几小时上报 两小时上报 我把那个点漏掉了 大家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这是我们整个的第五大章 整个的第五大章 说起来呢 点也不是很难 除了个别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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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难 主要我认为 主要难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应急预案 那地方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其他我不觉得哪里有多难 那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第五大章 考试的内容也不多 10题到12题这个样子 10到12题 基本上每一章节 两到三题 第一章 第一小章考一题 下面呢 我们看第六大章 第六大章 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绝对的重点一个章节 合同和合同管理 那么他考试的呢 也是一个绝对的重点章节 他跟第一章 那么第四章 第六章 是我们整本教条的 非常重要的三个章节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小章 讲这个施工招标和投标 那么第一个点 招标也具备了条件 我们招标要具备什么条件 我们直接看这个题目 直接看这个题目 说我们施工招标 应该具备的条件 包括什么 招标人已委托了 招标代理单位 这个要好好说一说 我们经常考试会 讨这么一句话 我们招标人说 应该委托招标代理机构 来办理招标事宜 这话对而出 但是你要具备条件 具备什么条件 不是的 叫 昨晚没睡好 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什么 评标的能力 你要具备这个条件 你才能自行办理招标事宜 如果你不具备这个条件 必须要委托 招标代理机构 办理招标事宜 那么讲到招标代理机构 我们现在可以什么 叫全国承接招标代理业务的 大家说到原话是跨省 跨自区 跨什么什么什么行政区域的 B 这个点我强调了很多次了 B这句话 我强调了很多次了 我们说 初步设计 对应的是工程概算 施工头设计 对应的是什么 工程预算 对不对呀 那么我们这个应该是什么 应当履行批准手续已经批准了 是什么 初步设计 即什么 概算 对不对呀 即概算 那么C 资金或者资金代员 已经全部落实到位 这讲全部吗 不是 不是 那么这个点我记得 我跟你法规里面 法规里面跟你讲过的 您建设单位 在领许施工区可证的时候 有一个条件是到位资金 要满足施工进度的要求 要满足要求 到位资金 到位资金 那么就是一年以内的 不能少于百分之五十 一年以上的不能少于多少 百分之三十 低后一是正确的 选择的是低后一 也就是他容易在这几地方做文章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行呢 那么第二个叫招标方式 讲到招标方式 那么就是公开招标和什么 邀请招标 公开招标 咱们说竞争基点 邀请招标叫有限竞争招标 是不是 那么你要邀请招标 至少邀请几个特别人来投标 三个以上 三个以上 那么法规里面讲了 很多地方少于三个的 应该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啊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下面呢 可以邀请招标的情形 可以邀请招标的情形 我们所长说的不多 我们所长说的不多 对吧 那么是什么 技术复杂 是有扫电潜在可供 特别人可供选择的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公开招标的费用 占合同金额比例过大 不值当的 这是你们法国处长 但是法国处长 我记得了 比他还要多一些的 我就不说了 来我们看这个题目 说按照现行的规定 建设功能项目 允许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情形是 A 因潜的特别人多 不是 B 因潜的特别人不了解 不是 那么应该是什么 自然地域现实 环境现实的 那比如说我上次跟你们说过一个笑话 对吧 按照道理讲 我们参加这个评审的专家 都要是什么 高级支撑 没跟你们说 都是要高级支撑吗 比如说评标啦 还有是我们的专家论证啦 对不对呀 都要是高级支撑 上次去西藏上课 拉萨的地方 哪有高级呀 都是中级 每个人中级 我跟你讲 赚的钱可多了 比上半还要多 就参加这种评标 参加这种专家认证的 可吃香了 你也去 虚拟 对 你吃不消的 第三个点就是我们来看 自行招标和委托招标 那第一题 根据我国现行招标投标的有关规定 下的说法正确的是 说法正确的是 应该由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 这个错在应该 错在应该的因 那么你们说的是可以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来办理招标事宜 对不对呀 他还有一个解释是什么 如果你招标人不具备 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能力的 你也要委托 是不是啊 所以说哎 错了啊 比招标人必须 那么错在必须 如果你具备了编制招标文件的能力和组织评标能力的 你也可以自行来办理招标事宜的 谁招标人不具备这个这个的必须要委托 这是对的 那么第一我们刚刚说过了 可以跨行政区域来承担工程招标代理业务的 那么这题正确选择的是C 那么第四个点呢 我们来讲 招标信息的发布与修正 讲到发布 它的发售期不少几天 这个发售期完整的应该是这么表达的 从招标文件出售之日起 只停止出售之日 只不少于什么 五日 那么大家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我再跟你说另外一个时间 这是法规上说过的 就是房子里混淆 只招标文件出售之日起 只停止提交特标文件截止日 不少于多少天 那是二十天 对不对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招标文件 获得资格预损文件 还有招标文件所付的设计文件 首先来说前者 前者是您招标人自费购买的 还是交的押金 招标文件资格预损文件 自费购买 但是呢我们招标人在出售的 招标文件的时候 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是不是啊 那么你既然自费购买了 我们评标结束以后 你能不能退还 是不予退还的 而招标文件所付的设计文件 交的是什么 押金 那么是可以退还的 那么下面再来讲 招标文件的什么 修正 讲到这个修正 有三个要求 什么时候修正 那么招标人应该在什么 提交特标文件 截止日15日前进行 对我们招标文件进行修正 如果不足15日的 要怎么 要顺言 这个顺言我们管理 都没说 那么还有一个形式 所有的曾经文件 都要以什么形式发出 书面形式 还有第三个要全面 怎么要全面 我经常给你举个例子 对吧 我们在座的都是投标人 但是呢 这个问题只有某一位同志问的 那我在答疑的时候 我就向他答疑行不行啊 不管这个问题谁问的 你都要向所有的 招标文件 收受人进行什么 答疑 这个呢 点也是我们的案例考点 也是案例考点啊 也是案例考点 好 下面呢 我们看具体的题目 具体的题目 那么就是讲 必要的澄清 或者修改 那么应当在招标文件 要求提交 特标文件 节日时间 至少多少日前 那么是15日 选择的是必 第二题 根据什么什么 工程施工项目的 招标信息的发布 正确的有 那么A 能不能以你为目的 主要是一些补偿一些成本 编制什么印刷成本 而不能以你为目的 比招标文件出售后 不予退换 那么是对的吧 我们说是什么 你是自费购买的 不予退换 所以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的修正 可以可得行事 所有的成型文件 都要以什么 书面行事 第一招标人可以对招标文件 所付的设计文件 向投标人 授取一定的费用 收的是押金 不是费用 那么是可以退还的他 一 那么不少于五日 我就不读了 选择的是什么 笔合一 笔合一 刚刚我有个小细节 小细节 就是现在我们大多数 都是电子招标的 是不是啊 但是你也要交什么 不是特别保证金啊 你这个取这个招标文件 你是不是也要 你也要什么 你要花钱吗 花钱 那是为什么 有的人说不是 他不是没有印刷费用的吗 他还有编制费用的 明白了吗 他还有编制费用 下面那么来讲这个资格预审 讲到资格预审 主要考一个怎么点呢 就是我们考这么一题 招标人以不合理条件 现实排斥潜在 投标人的行为有哪些 行为有哪些 就同一招标项目 向投标人提供 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是的 就同一招标项目 对投标人采取 不同的资格审查标准的 是的 所以招标项目 以获得鲁班奖 工程业绩作为加分条件的 算不算呢 这个是不算的 这是不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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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算 因为我们这个鲁班奖 它是个什么 全国性的一个奖项 那么现在为什么很多单位 都拼命的去搞这种鲁班奖 就是为了什么 招标的时候能够加点分 你又有优势 就有优势 那么我们不要说一些央企国企了 我们就是地方这种大的企业 我们就远的不说 我们就说扬州的扬建含业 对吧 除了政府帮忙以外 他的自身条件要够硬 他为什么能够中标那么多项目 对吧 关键他有控制好赚 对吧 对不对 好像这个韩念阳念 这两年也评了一些鲁班奖 是吧 花钱买啊 但是听说刚评完 后面也许把对共同经济去修补去了 第一 招标项目指定的特定的专利 作为中标条件 这个行不行啊 咱们说不能指定专利品牌供应商 是不是啊 以招标项目 总体特点设定 依照招标项目的总体特点 设定专门的技术条件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设定的这个技术条件 跟专利品项目 如果不相关的行不行啊 那不行 那么选择是什么 对的呀 这是以不合理的条件 限制排斥请的特别人行为有哪些啊 你别跟我说完了 你把这个题目给我忘记了 C可不可以 C可不可以 可以 E可不可以 刚不是说可以的吗 不是说了吗 你跟我跟你说完了 你把这个题目忘记了 你自己看去 标签会议 下面我们来讲这个标签会议 标签会议 主要讲的是什么点呢 我们就直接看那个题目 这是二级考过的 一些还没考呢 关于建设工程施工招标 标签会议的说法正确的用 标签会议是招标人 按照投标须知 在规定的时间 地点召开的会议 这里个小细节 我们标签会议是按照什么规定的时间 地点发开的 是我们招标人通知还是投标须知 是在招标文件里面就要规定好的 明白了吗 这个投标须知在招标文件里面规定好的 不是临时通知的 不是临时通知的 比招标人对问题的答复的罕见 必须要注明问题的来源 要不要 刚刚我们说了 这个问题是你问的 但是我在答应的时候 我必须要注明问题来源的 一般也不能说的 所以招标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在标签会议上确定延长投标 及时时间 我们说过了 对吧 如果说你不做事物 你是不要顺严提交投标文件 及时时间 这是可以的 第一 标签会议与招标文件内容不一致的 应该以什么为准 以什么 我们的会议纪要 获得补充文件为准 是不是 因为我们补充文件 肯定是后出现的 对不对 以标签会议结束以后 招标人应该将会议纪要 用书面形式 发放给每个获得招标文件的投标人 这是对的 我们上课都讲过了 发放给谁呢 考试给你改一改 改一改 把这几个字改掉 把它改成 发放给每个参加 标签呼吁的投标人 对不对了 对不对了 我有没有来开会 不重要 但是你必须要告诉你 开会开了什么东西 懂吗 因为你要保证 你的招标 招标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你要保证所有的 特标人获得的招标信息 是什么 一致的 下面我们来讲评标 讲到评标 讲四个过程 评标的准备 初评审 详细评审 和冰写评标报告 那首先我们来讲 初评审 初评审 它主要是进行 符合性审查 是不是 另外也要对 报价的正确性 进行审查 是不是 如果说呢 我们经过审查 有些问题 比如说大小写 不一致的 那么正本 负本不一致的 单价和总价 结果不一致的 我们能不能废标 这在法规里面 我们说叫细微偏差 你不能废标 那么具体怎么处置呢 大小写不一致的 以什么 大写 那么单价总价 不一致的 以什么 单价为准 调整总价 正本负本不一致的 以什么 正本 而且这些修改完了以后 要由谁来签字啊 那么特别人的代表 就是受我们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了那个 授权委托人来签字 这是初评审 下面呢 我们再说详细评审 详细评审是评标的什么 核心 它主要是进行 实际审查 就这两句话 包括纪录评审和商务评审 好 然后评标结束以后 我们要在什么 要确定中标候选人和中标人 中标候选人要限定在一到三人 那么考试可能经常会考这么一句话 说评标结束以后 评标委员会应当确定 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对啊 错啊 错 咱们说中标人一般只能由招标人确定 那么只有经过招标人授权 你才能直接确定中标人 是不是啊 是这么一个样子 好 下面第一题 说关于评标的说法正确的有 A 初步评审是评标的核心 错 是详细评审 B 初步评审是对报价的 对报价计算的修改 一般应该由特别人代表签字确认 正确 谁评标的时候大小小小不一致的 咱们应该意思吗 大小为准 不是废标 第一 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应当限定一到三人 并标明排列顺序 正确吧 这地方一到三人 不要跟我们前面哪个店混淆 质量 数理统计方法在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有一个叫因果分析图法 我们排除几项最主要原因 一到五项 那是一到五项 以评标委会应该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 或中标人错的 应该是中标人确定 选择的是什么 照标人确定 应该是B和D这一题 B和D 那么下面我们讲施工投标 讲到施工投标 我们来讲一讲 讲到施工投标 我们就不说什么要约邀请了 我们就不说要约承诺了 我们直接给你讲复合工程量 讲到复合工程量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拿到了一个招标工程 我们招标工程的工程量清单 你发现了某个工程量有问题 你发现了某个工程量有问题 你怎么办 想招标人自寻 对不对 招标人如果不予答复 你怎么办 那么你能不能自行修改工程量投标 工程量清单经纪也说过了 是所有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共同技术 是不是啊 你不能修改的你修改肯定是被废标了 你是绝对不能改的 那绝对不能改你怎么办呢 不能怎么办呢 那你还记得吗 付不付声明你要看的是什么合同 如果是单价合同要不要一定付声明 单价合同我们在后面讲过的 你记得我复合工程量是讲完单价总讲合同之后 再来跟你讲付货工程量的 单价合同是以什么量为准的 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也就是说我们单价合同里面的合同工程量 有没有合同约束力 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结算的时候 以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为准的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单价合同不一定要付声明 但是如果是总价合同 尤其是固定总价合同 成毛上要承担全部的工程量和价格的风险 如果你认为这地方工程量有问题 那么你必须按原来的工程量 清单工程量的清单量来投标 但是你一定要付上声明 这地方工程量有误 将来结算时以按时结算 是不是啊 一定要付上声明的 第二个固定总价合同和单价合同的合同 我们刚刚说过了 还要选择施工方案 咱们说投编文件里面的施工方案 有谁来主持制定的 对 有我们施工单位的 投标人的技术负责人 是单位的不是项目的 很简单 因为那时还有没有项目呢 没有 下面第一题 某进入工程采用固定总价合同方式招标 业主在招标投标过程中 对某争议的工程量拒绝进行更正 那么投标单位正确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投标时注明工程量存在错误 应按时结算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对不对啊 那选择的是A 那选择的是A 刚不是讲的吗 第二题 在建设工程施工投标过程中 施工范应该由投标人的谁来主持制定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技术负责人 选择的是C 第三题 建设工程 招标投标过程中 活动中 自投标截止时间 到投标有效期终止时间之前 关于投标文件的处理的做法 正确的是 这个考的有点像法规了 有点像法规了 看清楚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那我就问大家了 我们投标有效期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是投标截止时间开始算 就进入投标有效期了 这句话说的就是什么 在投标有效期内 那么你还能怎么办呢 能不能修改补充替换测回啊 你修改补充替换测回是在什么 是在投标截止时间前 那么这是进入投标小期了 那你就是不能替换 不能补充 不能修改 那么说投标文件在该期间送达的 那么你投标文件将被 废标还是拒收 拒收的 这也是对的 如果这时候你撤回的 投标保能金将被什么 没收 而法规数据现在也不用撤回了 用的是什么 用了撤销 用了撤销 法规数据比较严谨 他不用撤回了 用了撤销 选择的是C 第四题 某按照工程量清单计价的 照标工程 投标人在复合工程量清单的时候 发现某工程数量 与设计文件和现场的实际 有较大的差异 则投标人的正确处理方式是什么 能不能自行调整 那么刚刚说过了 这个咱们说工程量清单 是所有的 投标人投标报价 共同的技术 你也改他也改 那完了 B 照片怎么评表 B 根据清单数量和投标人复合的数量分别报价 你能不能报两个价 你是自找废标 对不对啊 咱们能不能有两份报价啊 还记得吗 这是被废标的吧 所以说你不能分别报价 你要知道错在哪里啊 所以以适当的方式要求一组成金 是结果性投标 这是正确的 第一 不予理会 后面是对的 后面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呢 你不能被予理会 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 尤其是固定中亚合同 你必须要付上什么 付上生命的 你必须要付上生命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的是谁 选择的是谁 这题目还是有意义的 虽然09年考的 第五题 关于投标文件的说法 正确的是 那这是我们17年二级考的 这题目还是可以的啊 通常投标文件中 需要提交投标担保 正确吧 比如说投标不等金 是不是 比投标文件 在对招标文件的实行要求 做出响应以后 可另外提出新的要求 能不能提出另外新的要求啊 那么都被认为 视为对招标文件的否定 不会被招标人所接收 C 投标书只需要盖有企业 投标企业的公章 或者企业法的代表人的名章 咱们说签字盖章 都必须要有 否则将被废标 这考的是什么 我们投标文件 有基本的要求 基本要求就是 签章和什么密封 没有签章废标 你没有按照要求密封 将被拒收 是不是啊 第一 投标书可由项目所在地 所在地的企业的项目经理部 主持投标 不需要设清楚的委读书 要不要 要的 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是什么 我这里面怎么选AD的呀 这应该选择是A吧 应该选择是A 第六题 投标人须知是 招标人向投标人传递 基础信息的文件 投标人应特别注意 我们投标须知里面的什么东西 这个点呢 是很偏的一个点 但是是130考过一次 到现在已经没考了 好多年没考了 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要注意什么 那么自己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 下面我们来看 合同谈判和签约 还是要讲的 合同定理的程序 合同定理的程序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一二一邀请 一二一和什么 承诺 讲到一二一邀请 我还是给你举个例子 我不跟你讲具体的点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是水泥供应商 我是水泥的供应商 我现在呢 向各位发出广告 发出广告 我这里面的某种型号的水泥 五百块钱一吨 某种型号 很具体的 某种型号水泥 五百块钱一吨 那么 好 你呢 有一天向我发出一个罕见 说呢 你在 说让我在我的 七月十五号之前 向我采购一百吨 这种型号的水泥 但是呢 你价格调到四百九 四百九 而且规定好 哪一天要送达 那么这是什么 我刚发广告的是 一二一邀请 对吧 你跟我发出这么一个罕见 那是什么 一二一还是承诺 那是一二一 对吧 好 我答复可以 这是什么 承诺 那么如果我答复 其他地方都没问题 对吧 那么我这个时间改一改 时间太紧了 我能不能七月二十号 那这是什么了 能不能改变一二一的实际内容啊 这就变成了什么 新要约 对吧 这是新要约 这就是个意思 搁到我们招投标里面 那也很简单 我们招备人发出 招备文件 向您发出投标邀请 这属于什么 一二一邀请 您提交的投标文件 那属于什么 一二一 我给你发出中标通信书 那是什么承诺 然后合同付款的四个阶段 预付款 进度款 最终付款 还有退还 资保金 是不是啊 四个阶段 下面呢 公息和委员息 下面 这个公息委员息 不应该是这个地方讲的 不应该是这地方讲的 不是这地方讲的 不是这地方讲的 第一题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 在约定的期限里 向招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 行为属于什么 啊 这是什么 提交投标文件 这是什么 要约吗 要约吗 我给你发出中标通信书 那才是什么 承诺 第二题 在签订合同谈判中 为了防范货币贬值 获得通货膨胀的风险 招备人和中标 一般通过什么来约定 风险分担方式呢 这个呢 我们了解一下 这是价格调整调管 了解一下 第三题 关于建议工程 施工合同谈判 和签约的说法 正确的是 在合同谈判阶段 形成的所有文件 都是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是不是啊 那么你要双方 达成协议吧 还有什么 B选项看看 B选项看看什么 达成协议并签字 是不是啊 说建议工程 施工合同 由双方达成协议 并签字后 及受法律保护 来 我就问问 你们法规里面讲的 有效合同 那不能 不能违法吧 是不是啊 如果你违法了 那是还受不受法律保护了 那是无效合同了 对不对啊 所以双方在合同谈判结束以后 那么即形成正式合同文件 那么咱们说要什么 还要签字 这是一二年考的 他也不知道考的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这题想考的什么东西 他就这样下考 第四题 第四题我们说四个付款的阶段 是什么 运付款 进度款 最终付款和什么 退还保留金 选择的是D 第五题 第五题呢 就是我们双方这个合同谈判以后 达成一致的内容 以什么方式来确定下来 作为合同的附件 汇集啊 还有合同补移 是不是啊 合同补移 AB AB 第六题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这个点我记得 好像在第二章也提过这个点 在第二章也提过的 在第二小章也提的 马上 先我先看这个题目吧 说关于合同谈判中 公积和违诱器的说法正确的有 对于有较多单项工程的建设工程项目 可在合同中明确允许 分部位或者分批提要业主验收 正确 发布人提前验收的单位工程 缺陷责任期 要不要提前算 提前验收的单位工程 他的缺陷责任期要不要提前算 要的 他说缺陷责任期 按照工程项目的聚工期计算 对啊 错了 这个不是的 这个项目的 这个按工程项目的聚工期 这个工程项目指的是 整个项目还是这个单位工程啊 这很显然说的是整个项目 对不对啊 而我们提前验收的单位工程 他的缺陷责任期要提前算的 C 承报人只应承担 由于材料和施工方法 及操作工艺等不符合合同规定 而产生的缺陷 这是正确的 第一 承报人不能用 唯有包含的代替业主 客流的保留金 那么可以的 那么业主和承报人 应当根据项目的准备情况 施工环境因素 等商店适合的开工时间 对的吧 讲到这个开工时间 这个题选SEG 讲到这个开工时间 我们上课讲过的 有两个开工的期 一个叫计划开工的期 一个叫实际开工的期 那么你要知道 什么叫计划开工的期 是在什么里面约定的 合同约定的开工的期 是什么 计划开工的期 那这地方一告诉你了 你这个计划开工的期 不一定是什么 实际的开工的期 我们适当的实际的开工期 是什么里面展明的 开工通知 展明的 开工的期 是不是 那是实际开工的期 马上还跟你讲这个 围优期和工期 马上还讲这个 围优期和 那个 确线责任期的 感谢观看